这个怎么做出来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要把这个资料 不是涂颜色 而是要把它复制一份到这边 所以这边会牵涉到一个就是常常中学问到的 怎么 如何把某个储存格的资料 复制一份到另外的储存格 OK 那这个动作的话基本上 程式非常简单 就是它等号的前后关系而已 后面的东西 如果中间有个等号 它会把后面的东西会丢到前面去 这个好像前面有写过的 我们写的方法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前期名 这个是已经写好了 我把它delete掉 那如果说我今天拿什么 拿刚刚这个来改好了 比如说格式化这个 OK 我如果拿前期名拿这个 这个是涂颜色 但如果我不是要涂颜色 我是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是要把它的资料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F栏 所以其实它的关系主要是什么 把这个图颜色这一行 把它怎么样改一下 所以我先加个 那个注解符号 不要删掉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放到这边来 那关系的话特别主要 如果你要把这个哪个资料 复制到另外的地方去的话 记得把你的来源 这个是来源吗 A栏里面的东西放在后面 这边加个等号 丢给前面的 那前面的话是F栏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再复制它来改 用这个来改 这边把它改成F 不过如果你是写成这样的话 那将来输出它会变成怎么样 也是输出到F栏 不过会变成怎么样 它会输出的是到它的这个地方 这边F这次会看到当然会变成放在这里 假设这样写 如果是这样 你会发现12 有过来 但是会变成是放在它跟它一样的同一列的位置 那如果我先要放在这一列 那特别注意关键来 那我的写法就是这个地方就不能用I了 那我需要放个2 可是问题如果你用2的话会怎么样 实行 它变只有39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12放进去 第二次又下一个又放 那它把它盖上 因为一直都放在F2 所以这个时候的特别注意 这边你就需要一个变数 所谓的变数就是说 它里面的值要跟着 你的每跑一次就跟着要变 所以特别是为什么需要变数 因为只要是那个里面的值不确定的话 不固定的话 那就需要那个变数 变数的名称 我们可以取一个叫K好了 K等于2 为什么等于2 因为我第一次是放在第二列 那K这个值 K实际上值的就是将来丢到F栏的哪一列的意思 OK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K 那如果你这样打它还是39 为什么 因为它还是2 所以你必须要在下面多一个什么 K等于什么 K加1就好了 有没有 它会怎么样 帮你把2加1写回去 特别是这个等号是把后面的值负移到前面去 OK 意思是说 这边2 然后变3 所以K就变3 那再来的话下一个变4 变5 变一直往下就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资金 陈氏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没有变动太多 主要第一个 把后面的资料 特别是 所以我用示意图 因为很多同学 可能第一个动作是这样 把资料复制一份过来 其实写成这样子 其实是这样的方式 很简单吧 OK 这也从一常问说 老师怎么把资料复制过 就这样写而已 就是这样而已 OK 只是说你要复制到另外一栏 它的列跟I的值不同的话 那你势必要多个K 所以第一步 第二步K K预设值就是 它先放在哪一列 所以这个哪一列就出十值 等到它往下就加1 K等于K加1 这样就OK了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写法 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写 而且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当一个范本 这个我记得我常常这样写 OK 所以好 写完 最后的话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F2到F8 所以点ClearContents 其实清楚的话很好写 你点ClearContents 当然你不能说等于什么 等于这样子 这样子只能丢一个储存格 一个空的 如果你是很整个范围的话 你就不能写成这样 你就点什么 Clear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ClearContents 这个 这样就OK 清除这个资料 这样就OK了 前七名 这样子 然后清除 最后做按钮 不过这个写完之后 同学真的就会一直都会有问题 一直都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像刚刚这样写完之后 其实应该看起来应该是 已经OK了 对不对 但是马上就有同学会说 老师 可是问题哦 我希望这个排名怎么样 他是从第七名 然后排第二名 再来就是第五 第三 有没有 那他希望怎么样 老师前七名可不可以 这边先放第一名 再放第二名 再放第三名 一直在一堆 再放最后一名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如果你今天是希望这样改的话 那请问要如何修改 OK 当然你想得到都办得到 只是问题是 你要把那个解答 那个程式如何修改 把它改出来 才算厉害 OK 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讲一下 OK 如果说你今天 抓过来的是要按照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 一直到第七名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有点麻烦 你需要怎么样 需要在外面包一个回圈 叫什么 假设啦 我们就这边多一个4-3 等于什么 第一名到第七名 然后 这边也多一个NAS 但是你会发现两个form 看起来好像怪怪的 你就把它 这里面这个按Tab 这个Tab就是让它往里面 那你想说外面包一个4-7 是要做什么 很简单嘛 第一次跳第一名 好追第一次就第一名 然后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逻辑条件怎么样 改成什么 等于追不就好 改完了 这样子写完 就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先抓第一名 再抓第二名 再抓第三名 看得懂意思吧 有没有很困难 没有吧 应该都看得懂 只是说你写得出来吗 你想得出来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说真的 很多时候问题就很好解决 OK 每次 因为其实我说 工作里面就是不断的 在会有提心的问题 提心的需求 你老板会给你 你客户会给你问题 然后你要马上可以 给他一个答案 OK 如果这就是一种 慢慢慢慢的增加功力 OK 你的问题如果因为 就马上可以解决 所以试一下就知道 OK 好 因为改完了 所以我 我那时候想是这样想 但是问题 最重要就是 你要能够 马上run 也可以马上run 出结果才OK 比如你想 到底对还是不对 然后试一下就知道 OK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这个有些程式怎么写出来 就是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错误 不断的修正 错误修正 然后慢慢的话 你会发现 你越来越不会错了 然后你越来越 就是 基本上你想得到 你也可以写得出来 而且其实说真的 程式不多啦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刚开始可以先写简单的 慢慢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你不要一下想说 像我们如果刚刚 直接就是想要写什么 那个前七名 而且按照 1234567来写的话 你可能应该很难写 但是如果你是慢慢加上去的话 就是有点像程式是慢慢加的话 你比较写得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我OK 知情 有没有 34 34是不是第一名 看一下 第一名是不是34 没错 第一名 第二名的话 是不是21 哎也没错 第三名是28 看一下 哎342128 那应该没错啦 OK 其实我改哪个地方哦 就是多一个什么 追嘛 对不对 OK 所以其实改了哪些没有吧 就是这样一个两个 把这个书牌进去 然后呢 就把这边改成追 很困难吗 好像不会吧 OK 但是这个就是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真的很多的时候就是 也蛮有成就感 因为有时候 你就想 然后想写 想写 感觉好像越来越 有接近那个感觉的 越写越愉快 就会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有时候连那个晚上做梦的时候 都会想说 那个程式该如何写 会比较好 OK 如果 如果之前 真的我蛮 之前有几个同学 就常常跟我讲说 他连晚上睡觉做梦 都在梦到写程式 后来我发现那些同学 后来发展的都还蛮好的 真的他们就是随时都是在想说 怎么样让程式更精进的那个方法 OK 真的就是会有进入到那个情况 所以后来他学习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OK 而且将来也许 有些好像我记得他们本来不是 这方面科系 不是这方面专长 不是资讯背景 后来其实慢慢都转 转转入到资讯背景的工作 后来发展也蛮好的 不见得比那个原来资讯背景的人差 OK 因为资讯背景呢 有时候反而比较容易被框框给框住了 他没有其他的背景 所以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OK 反而不见得是有优势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刚刚主要就是 第一个拿那个格式化的程式拿来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加一个 如果要从第一名排到第七名的话 就是要多个J 不过有的时候说真的 双回圈 对同学来说 是真的比较复杂 有时候所以 城市里面常常有双回圈的话 真的我就会稍微犹豫一下 那怎么办 所以通常我双回圈 我就会先讲单回圈 再多一个回圈 这样来写好像负担就比较轻了 所以如果你一下子要 把一个 一个城市里面 加两个回圈 那对一般来说 哇那真是太困难了 不过如果你可以克服这些问题的话 我相信以后你写城市应该 就不是什么太大 就是这个太困难的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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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